HELLO 大家好,我是馬友 今天這條影片絕對是一條Bonus來的 因為本身今天在外面拍攝的關係 我有預感我們會來一個很值得拍Youtube的地方 我今天就會Review一些新的產品 我們來個Full Face Review 如果想看的就繼續看下去 我收拾了兩袋 Dior新出的Skin Glow Foundation 聲稱有24小時的耐性 另面瓶的,一個是眼面瓶的 這個是Dewy的,這個是Matte Finish 我們就試試這個另面 我已經塗了少許Cream打底 我塗了Chanel Beauty Hydra Beauty Cream 我把Cream當成一個Primer上 我想說Foundation是最冷的 10次裏面有9次都塗了我 但是Dior已經記住了我這個3N色 這是我的Favorite Foundation 首先這個Foundation很Full Coverage 極度之靈,這些位置塗完之後是很靈 所以如果你追求無瑕的感覺 可能Matte才會適合你 通常你越Dewy就越沒有那麼高遮瑕度 因為它稀嘛,稀才能做到那個效果 但我覺得它太靈,所以我稍後會上一層水粉 但是它的遮瑕度也很高 而且這個Foundation跟Backstage Foundation是一樣的 清新的香味,不像是香水的那種香味 可能因為它太Dewy的關係 我眼底的眼袋不太遮瑕度 然後下一個我很想試的就是 它就是Hourglass的Fanish Concealer 是有一支Concealer Brush的,那我們就不要浪費了 我們先用一支Concealer Brush上去 嘩,這個頭是超肥滿的 超大的頭,這個是平時的唇膏頭我兩倍 大家一上的時候,一個不小心會不小心上到很多產品 它是沒有味道的 Fanish Foundation 它的遮瑕度是其中一個Foundation Stick的世界中 遮瑕度最高最誇張的一個Foundation 它的Concealer是偏厚的 所以如果你真的要求一個Full Coverage的Concealer 才好考慮 而且它都很快乾的 所以不要像我這樣塗在臉上 然後才blend 大家可以看看它身上的顏色也有一點偏白 不過沒問題 但平時你們去買Concealer的時候 當然真的要試上眼睛 不要這樣試在手背上 這個Concealer我剛才說了 它是很快乾的 它之下度很高 但已經開始有少少creasing的感覺 所以大家上的時候,最好不要用掃 都是用Beauty Blender推薦 一個是MAC的Eyebrow Pencil 一支是它們的Lingering Eyebrow Styler Crayon 嘩,很便宜的名字 另外一個就是Big Boost Fiber Gel 即是說它會令到你的味道增長 試一試 不知道大家呢 那些女生很多時候買眉筆 真的喜歡買些偏啡色的眉筆 其實我覺得大家可以試試買偏灰色 除非你用啡色的話 你要真的配上啡色的眼妝 但如果你是用灰色的Eyebrow Pencil 其實你不用怎樣化很多妝 都可以配上眉毛 它好的就是你要畫畫畫畫畫才會出色 所以畫眉不厲害的朋友 用這些就OK 如果是已經超級純熟畫眉的朋友 就可以高一點 一些容易出色的眉筆 但這個是以初來來說是會用的 它是那種很乾的那種Powder 所以如果像我那些眉毛比較粗的人 那個顏色就會比較容易上 因為平時那些很濕的那些 我眉毛可能太深色很難上色 但反而它這樣乾乾的 那個啡色的效果就會比較容易上去 眉毛上 所以這個眉筆是比這個眉筆好 接著我們就有Fenty Beauty的Snap Shadows Samuel你掛什麼叫Snap Shadows 你掛什麼聲音 你掛什麼聲音 它掛什麼聲音 一半一半就中了 兩盒吧 逐合買吧 聽著吧 三二一 就可以 方便你攜帶出門了 方便 那這個是五號和六號 五號就是偏暖 歐味系的那種Peach Tone 它有一盒 我不記得是否八號 有八隻Simmer 很多朋友看到那盒都很害怕 但其實那盒是很適合你去做Layering 如果你平時打底打了一個啡色的眼影 你塗一些不同顏色的Simmer 會令到你的眼影立體地升級一百倍 今天直接用手上了 今天走可時間路線 Fenty Beauty的產品 完全是Cosmetic界的頂尖Quality 所以當然眼影這些產品都不會輸蝕 因為我覺得下眼線對我的眼影來說很重要 因為我平時的眼影不會塗太多 所有塗眼影的朋友一定要先塗下眼線 只塗上眼皮的話就很不平均 但你知道塗在下面的時候 整隻眼就好像開了 你看看現在的分別 還有它有一個好處就是 我覺得它這個系列的眼影 它不是全部的Simmer都是一樣的 它有些是閃一點 有些沒有那麼閃 有些是Brightening 有些是暗沉一點 如果你是這盒的話 如果你是很喜歡化Smoky Eyes的那些女生 就很適合它 因為這盒可以令到你有層出不同的 Smoky Eyes的眼睛的效果 Eye Shadow Done Charlotte Tilbury新出的眼線筆 Magic New Formula 有些朋友畫眼線 經常畫完之後 眼線會飛起來的時候 可以有一個方法畫 就是你看著前面 抹大眼睛這樣畫 你這樣畫的時候 你的眼睛不會飛起來 很刻意地 我感覺到它的Magic Formula 在哪裡 但我只是覺得它的顏色很好 而且它不亮 這個顏色很好 哎呀 Oh no 我的手 但它很長長 你看 我已經立即抹了 它很緊實 可能它的方法就是非常長 最後兩件事都是跟Magic有關 這個Glow Blush 其實它的方法就是 好像Colourpop的 Shocking Eyeshadow一樣 沒有那麼容易碎的感覺 因為它有少許粉末 和Liquid的完成 中間 那用這一類的方法 的Blush 其實很容易會不小心重手了 因為你不太感覺到 你拿了多少產品 上的時候 我勸大家 少許少許的上 慢慢慢慢的 才達到自己的效果 否則一下子太重手 就會回不了頭了 Okee MAC的Powder Kiss Liquid Lip Color 其實我自己已經用了好幾次了 是一支超好塗的Liquid Lipstick 它的頭很伸展 你看到嗎 所以你塗的時候 它很容易會就著你的力 和你的嘴的形狀去畫 所以我覺得這個是很加分的 就是很少很少 很少唇膏做到一種 這麼薄面的MAT的效果 就算你沒有什麼技術塗 都塗得很漂亮的一個Lipstick 這個是整個MAT的所有唇膏 是我最喜歡的 這個爆炸 OK 好了 這個就是我今天的全面的顏色 全面的顏色 首先是粉底 遮瑕很高 我最後沒有加粉 但是我覺得它令到 令到我有一種 年輕人的感覺 但是我覺得這個 Forever Skin Glow 是一個很好的粉底 尤其是現在夏天 它又不會感覺太厚重 但它遮瑕度又高 而且這個遮瑕膏 它是有少少偏厚的 所以如果你是找到一個高遮瑕度 才會高 這個Hour Glass 然後就是眉筆 如果你是已經用開自己的眉筆 那我未必需要 但是它的眉Gel 我覺得挺好 因為我很害怕 眉Gel有時候太濕 然後這個角位還反光 然後就是眼影 包裝是很特別的 因為我不知道香港人 會不會很擺這個系列的顏色 所以大家可以真的下去試 而且我覺得這個刺激 這麼方便的時候 大家不妨可以兩個組合去買 就可以達到這個Snap的效果 剛才我已經說過 塗的時候 一定要慢慢輕輕上 那麼這個胭脂 跟其他粉狀有什麼不同 慢慢少少少少的塗 你可以塗到一種很透的感覺 平時你塗粉狀 粉狀的胭脂 是比較難做到這個效果的 唇膏 就是我很喜歡這個方法 Favorite MAC Lipstick Ever 其實它只是給了幾個顏色 但顏色其實也有點太強 我都會想看那些更正常的顏色 但是它的方法 跟整個搭配器 所有的東西 是非常之高分 所以如果你想找一支 很自然的Liquid Lipstick Matte的話 它是一定要買的 我覺得 我們今天的影片 就到此為止 大家記住要訂閱我的頻道 逢星期二和星期四的九點鐘 就會有新片推出 同時大家記住要開啟鈴鐺 有新片的時候 你就會有 Notification 如果有什麼問題 可以隨時在我的IG 問我 也可以有什麼review 都可以在IG 留言告訴我 我們下支影片再見 拜拜 拜拜 好了 現在我就離開了酒店了 出來之後 有陽光的地方 發覺我的粉底是極度亮的 我沒有見過這麼dewy 這麼亮的粉底 因為我其實已經上了遮瑕膏 還有已經上了胭脂 但它的感覺都是很亮的 好像很年輕的那種 年輕的glow的感覺 如果用這個粉底的話 大家可以試一下 加一點水分 就會沒有這個亮的感覺了 再見 拜拜 再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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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 再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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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見